- 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 他的昵称叫做ChinaBid 他问我说 又有糖尿病又要减肥 要怎么办? 也就是糖尿病的病人要怎么减肥 没有错啦 我们经常讲说如果你有糖尿病 假设是体重过重 那当然是体重先控制 那这里就提到了有什么好方法 当然糖尿病他的诊断标准有好几项 求医师给大家分析一下 他的诊断标准有四项 那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大概有一项符合就可以诊断的是糖尿病 但是要至少要检测两次以上 哪几项呢? 第一个就是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如果验起来是超过6.5 那我们就是符合其中一项 再来呢空腹的时候 就是说你去验血他会叫你空腹 空腹血糖的时候呢超过126 这也是一项 第三个就是口服葡萄糖的耐受性试验 两个小时以后呢血糖超过200 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比较不会说 为了平常是没事去做葡萄糖耐受性试验 也就是餐后血糖的意思啦 如果餐后血糖呢超过200 那也是过高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任何时候 这个血糖都超过200 同时又符合这个吃多喝多尿多的症状的话 这也算一下 这样子的 这个是提供你参考 如果你有这个标准那就是有糖尿病了 好那糖尿病呢要怎么减肥 这个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糖尿病呢它的血糖都是维持在比较高的状态 就是不管是餐前或餐后都比正常的要高嘛 对不对这是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糖尿病的病人他也许会在吃糖尿病的药物 或者注射胰岛素 那这个时候呢 一旦药物产生作用或胰岛素发挥效果的时候呢 他血糖就会降低 这就是重点 为什么 因为教育师以前有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要减肥 你应该怎样 你应该让自己有点饿 但是不要去吃东西 这个时候会燃烧脂肪 对不对 可是糖尿病病人不适合这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如果血糖降低代表什么 它可能就会药物的影响 血糖降低 如果这时候你不补充糖分 它会昏倒 因为血糖上不来 我们正常人是 血糖降低 你的脂肪会燃烧 然后呢血糖就会生 对不对 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可是糖尿病的病人呢 他一旦用了胰岛素 或者用了治糖尿病的药物的时候 他血糖降低呢 他是一直往下掉的 这个时候你如果不补充糖分 药物持续作用 它真的会昏迷过去 所以这个是 不适用于这个糖尿病的病人 好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 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要减重 第一个在饮食方面 一定一样嘛 要减少总热量 对不对 但是哦 这里重点是 不要吃那些高升糖指数的食物 什么意思高升糖指数的食物 就是这个东西吃了以后 血糖很快速上升 很快上升的时候 你的药物就好像压不住的时候 它还是会过高 糖尿病之所以会让你生病 就是因为你的血糖值 一直维持在高浓度状态嘛 然后全身的细胞都泡在这个糖水里面 那当然 时间久了以后 细胞开始有糖化 糖化 细胞膜的糖化病变以后 身体的免疫系统发现这个细胞 好像怪怪的 很像不正常的细胞 因为它的细胞膜泡在糖水泡太久了 所以身体的免疫细胞对它起反应 全身就产生慢性发炎的状态 这个就是会引起很多病症的原因 所以要避免吃高升糖指数的食物 那哪些呢 包括什么 精致淀粉做的米饭面食 还有白面包 这个要少吃 尽量吃这个比较粗粮类的 那水果呢 你就要吃纤维质多一点的 糖分少一点的 那临时方面呢 就尽量不要吃糖果啊 点心啊 含糖饮料 这些东西 就避免它血糖突然间爆升 听懂这些 就是尽量把血糖控制在稳定的状态 好 那这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要运动 要适度运动 好运动不管是正常人维持健康养生 或者是这个糖量病病人 要改善血糖的耐受性 葡萄糖的耐受性 都需要运动 那这些运动包括怎么样 包括有氧运动跟无氧运动 有氧运动 心配功能增强 那会帮助染脂 那无氧运动会增加你的肌肉量 提升你的代谢 不管哪一种运动 都可以提升你的身体 对血糖调节的能力 非常重要 糖量病病人一旦不爱动 你的血糖就要靠药物控制 一辈子摆脱不了药物 那如果你真的有心 降低体重又好好的运动 你有可能有一天 你可以摆脱药物 这样的问题 好 刚刚有提到少量多餐 对不对 反过来说呢 糖量病病人应该要少量多餐 那因为刚刚讲到了 不适合挨饿 对不对 少量多餐就可以把 这个血糖控制的比较稳定 但是非常重要 少量多餐你要真的少量 你不要变成多量多餐 那你就越控制越发胖 对不对 所以少量多餐 重点就是要把一天的总热量 控制在你一天所需的范额以内 好不好 这样你才有可能减壮成功 好 希望这个讯息呢 对我们ChinaBed有帮助 想知道更多科学瘦身的知识吗 请上网搜寻爱瘦美 还能什么 赶快加入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